设置大量人员的居住舱等与航空航海指挥关系不紧密的舱室 同时 烟囱的设置也是影响上层建筑大小的重要因素 如小银级的上层建筑长32.9米 而吨位比小银级大近50%的尼米兹级的上层建筑仅为24米 后者上层建筑长度是前者的73% 此外 由于舰岛靠近右舰甚至整体位于主舰体右舰外板以外 由右舰闲台支撑而为了提高上层建筑的结构强度 通常会将左侧建筑外壁与主舰体的右舰外板直接进行连接 同时 航母的上层建筑是长窄高的结构形式 这样的造型特点使其横向载荷成为临界设计因子 横向隔壁将承受较大的剪切因力 因此舰岛较长更有利于提高结构强度 总之 辽宁舰的舰岛设计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其设计过程是一个不断权衡矛盾 优化推进的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